尊八五的惊人益处 我们在网站上谈了很多关于定期运动的重要性 事实上,这是对你日常最重要的建议之一,帮你保持稳定的体重和提高你的免疫力以抵抗严重的疾病 不管什么年龄、性别、体能状态,尊八五都可视为非常好的练习 这是一个全面性的运动,可以帮助你练出更好的体态 让你更灵活,加速你的新陈代谢,并强健你的体势能 尊八五的好处多多,仔细看看接下来的细节 赶快去离你最近的尊八五中心注册,你会发现它是多么有趣 快速又容易上手的活动 在过去的十年中,尊八五已成为运动时尚的新指标 而且即使有很多其他运动竞争,找到练习尊八五的地方是很容易的 另外,你也不必太担心开销,这种课程不会对你的荷包造成太大负担 此外,因为尊八五不需要任何专业设备,没有其他任何费用 体育服装,我们对服装做的唯一的建议是,选择棉质或其他透气面料的衣服,你会流很多汗,你应该不想要下课后觉得年达达不舒服 运动鞋,找到好的运动鞋是建立立行运动的关键 穿一双你以前已经穿过的,非常舒适的鞋子 穿新运动鞋上课是非常糟糕的主意,因为你跳完可能很痛,甚至尝水泡 一瓶水,你只需要每星期或每天花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 跳尊八五 尊八五会帮你燃烧热量和脂肪 尊八五是一个结合有氧运动和耐力训练的活动,这是两个有助于保持身材的必备基础 经由控制动作和快速高强度心血管练习之间的变化,你将能够提升新陈代谢 在你的速度和努力之下,这个运动可以帮助你每小时燃烧300到600的卡路里 增加耐力 连续及重复动作的运动是个挑战,而频繁暂停对于建立耐力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拉长做雷四尊八五的运动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增加你身体的耐力 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你就会开始注意到成效 改善你的体态并且更灵活 练习尊八五,你会做一些在其他类型的运动中很少做到的动作 更重要的是,你还会学习到森八五、沙沙五、梅伦阁五和慢波五的动作组合 这种组合表示你会在同一时间训练不同的肌肉群 同时你的关节会越来越适应不同于往常的动作和伸展 这将有助于缓和紧绷,增加动作的范围 增加信心 相较于其他的日常训练 尊八五更有助于你提高在社交场合的信心 因为只要你坚持练习,你会大幅增加协调力和舞蹈动作 更重要的是,练习时间越长 你会体验到更多的乐趣与以及与同学间的信任度 每次练习时,你会对自己的身体更加自信,更加期待下一堂课 不止这样,提振信心的感觉是会持续的 你会觉得能与你周围的人更容易来往 提高你的协调性 随住年龄的增长,你身体的协调性能会逐渐降低 即使你还年轻就可能遇到协调性的问题 你可能会认为,尊八五不适合你,因为你有四肢不协调 即便真是这样,尊八五是一个强大的运动练习 可以用它来增进平衡感和协调性 减少焦虑 如果你正在寻找的是可以降低焦虑的活动 上健身房可能就不是你最好的选择 对于很多比较焦虑的人来说 运动的同时还被陌生人包围 感觉可能更不舒服 更不要说再看起来像个超级临摹的人旁边练习了 是吧?放轻松 跳尊八五你就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了 不像健身房 这是个很容易融入的活动 因为最后通常会产生友好的氛围 这友好的环境将帮你提振精神 并且减少压力 个人化的 这种类型的运动的其中一个最佳特性是 可以自己斟酌适合你的技巧和你想要达到的目标 显然 如果你是上团体课 可能无法那么容易有个人化课程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你仍然可以遵循适合自己的节奏 只要事前先咨询讲师 如果你是在家里看影片或有个人教练的话 就很容易集中在你想要针对的特定部位做练习 尽管尊八五有诸多好处 很重要的是要记住单有运动 是不会给你你想要的成果的 要达到预期的效果 你还应该要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良好的饮食和充足的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